黄先生有一辆奥迪A4汽车已经开了六七年了 4月27号他开车出小区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故 照片中可以看到车辆左后侧受损严重 轮胎上方车体凹陷 车底悬挂受损 车内的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 有一辆越野车撞到我的车后半部分 当时撞得也比较严重 还好索性是人没有什么大碍 但车子当时过了一会儿有4S店的人过来 也不是我们联系的 他就过来看到了 可能刚好路过吧 他就帮我们叫了一辆板车 当时他说是没什么问题啊 随便东西换一下轮胎换一下轮骨换一下 板筋做一下该换的换掉悬挂换掉就好了 没什么大碍 对以后开发动机都没问题的 修一下可能几万块钱 可能一个礼拜十来天就修好了 黄先生说听了4S店工作人员的说法 他觉得事故影响不是很严重 想着过段时间就能修好继续开了 但过了两个星期左右 他接到了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对方的说法让他有点慌 你这个B柱C柱哪里都要切割 要焊接好几个焊接点 那对以后车身的强度 安全性能各方面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那这个东西我们一听就慌了 马上把照片发给身边一些懂车 比较专业的朋友去看 都一个个都是不建议修了 他说能走全数 肯定走全数了这样的车 黄先生说车子维修期间 3S店会提供一个代步车的服务 他提供了一份奥迪服务替换车使用协议 需要黄先生支付2000元作为押金 里面有一条写着 如车辆最终未在本店修理 或保险公司推定全损 收取代步车费用300元每日 黄先生告诉记者 在这个代步车费用上 他和3S店有了分歧 保险公司既然走全损了 他说那你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钱就一定要收车辆 就是产生了一个车辆使用费 代步这使用费 他说这个钱一定要收 他说最低还要支付2000 就是我2000的押金的金额 作为4S店应该要告知我们 我们是有两种选择 如果坚持修 我们确实不舍弃这辆车 一定要把它修好 或者说这个车确实有点严重 修好会有怎么样的风险 那建议我们走全损或者怎么样 我们可以选择不修 那不修我也没必要去借你的代步车 不报价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维修费要多少 然后能不能跟他的车价形成一个对比 然后走一个全损 因为也是我们也是不知道 那当时维修报价大概要多少钱 这个车子 大概9万左右吧 影响中好 那我们当时也是告诉客户 因为这个车啊 损数比较大 那你可以选择全损 也可以选择维修 走全损的金额 跟维修的金额是差不多的吗 对对对相差不多吧 这种呢是介于全损 跟全损 那差不多 差不多不了多少 那我们的话 这个要告知客户的 这个要客户自己选择的吗 在我们看来呢 其实是不严重的 是可以修的 那维修后有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影响的正常我们维修 没有影响的呀 又没有安全隐患 没有问题的呀 我们按正常代步车费用的话 他要交应该是十几天的费用 他们认为这个费用 原本可以不产生啊 是后面保险公司 订选下来的金额 跟他的车价去对比 其实保险公司最后决定 还是走全损 客户比较划算 是这样子的 黄庆的打算 再跟赛斯店协商看看 1818黄剑记者绍兴报道 我认为这个费用的车费用 我认为这个费用的车费用